在眼鏡穿著深藍色Polo衫 背著鞋跨包 他就是柯晉總財務長黎文宗 緊急被檢方傳喚到案 要再對政治獻金 假賬案進行釐清 就是要從他口中 問到是否有更多市政 2024總統大選時 競選總部財務長黎文宗 一位處理數千萬的 政治獻金假賬案 涉嫌匯造文書 這回為了金華城弊案 柯文哲吳寶請回 北檢下午提出抗告 檢方為了釐清金流 到底有沒有涉及不法 三號以被告身分 約談黎文宗到案 訊後余知黎文宗 兩百萬元交保 限制出境出海及住居 並接受電子監控 以上訊息的新聞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